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接下来关心淡水的消息 淡水屯山社区农田面积广大 在四五年前农地就受到了红火椅的入侵 许多农民都有被红火椅咬伤的经验 而且是情况越来越严重 淡水屯山社区农田面积广大 过去开始农田复根作业 也将大片的农地重新种植稻米 但是屯山在四五年前 农地就受到红火椅的入侵 许多农民都有被红火椅咬伤的经验 一直到现在只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里长说由于根作或者是修根补助的农地 都会去翻动农地 而红火椅只要乙窩被破坏 就会另寻新家 这样子的状况下来 让屯山的红火椅灾情沦陷 因为这红火椅四五年前就发现稀薄分 其实一阵我们里来是一半盒而已 要一直扩散一直扩散 扩散的是当然 这些现在有的队都没在政作 甚至有的是外队人没的 甚至台北人没的 根本就没来 所以那些所在就等于 一些你如果有在红地的所在那里就没 没就走那些没在做的那里 所以这几年一直印尿印尿的 就是变成说哇 越来越多 大家都要看得到 不是看得到不可以破坏 就是要用油 这个油摘下去 让它删成 它可以较不再一直死 甚至有的吃到有的死 里长说红火椅相当难防治 过去虽然农业局有发一包一包的药剂 但因为市府经费有限 一年局撒两批次的防治药剂 加上有些农民看到乙丘会去破坏它 再撒药 里长说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只会让红火椅越来越扩散 因为新北市来做计划 就是说这都有一些雨秋雨秋 就是在做计划 新北市才没有好防治 因为新北市来解释的意思 是说他经费有限 他一年才可以撒两批药而已 实际上两批药是不够的 因为他这个高辖的特性 就是那家母一天有法做生产 几六千粒的两批药 所以每天都在生产的时候 药子半年才来撒一遍 头前撒到后面还没撒到 不是同样又一直撒起来 所以要是说起来 还是要是全民运动 就是说大家对这要重视 这才能够不够夹到 农地上面插着一只又一只的 黄色小旗杆 代表就是一个雨秋的所在地 就是要提醒民众千万别触碰 因为里长说 屯山里已经有很多农民被咬伤 因为红火椅毒性强 日前就发生一只小猫被咬死 因此大家都不敢大意 而里长说希望可以全民动起来 看到雨秋先通报再领药 撒在雨秋附近 才能够有效阻止红火椅蔓延 记得有许多爱 在这才能够到